另外民进党籍的花莲市长候选人谢豪杰也在家人以及竞选团队的陪同下一步一脚印 象征脚踏实地 徒步前往事工所抽取号次 而过程中抽中了二号 谢豪杰当场高呼 看好花莲 迈向胜利 他表示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站在大家面前的年轻人 有信心得到市民的支持 成为全民市长 用新观点 新格局 为市民服务 21号一早民进党籍花莲市长候选人谢豪杰 就在家人及竞选团队的陪同之下 一步一脚印 徒步走到市工所抽取号次 而过程中则抽中二号 谢豪杰也当场高呼 看好花莲 迈向胜利 首先就是谢谢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豪杰抽到二号 二号代表着迎向胜利 那也是美琴强力的推荐 美琴之前抽到的号码也是二号 那在抽到二号之后 我相信会好事成双 豪杰今天跟所有的家人一起竞选团队 我们徒步的从竞选总部出发 那我们沿路也是干到很多的 来来玩往的很多的家人们 那我们也是跟大家很欢心欢乐的打招呼 那沿路走到公所这边来抽签 那等一下我们没有喧哗的喧闹的造势 一样是徒步走回竞选总部 代表着我们会脚踏实地 一步一脚印赢得所有选民的支持跟认同 谢豪杰抽中二号比出胜利手势 符合他的竞选主轴看好花莲 更是谢豪杰参选市长的信念 会过好做更好好事成双的具体展现 他有信心能得到市民的支持 并表示站在大家面前的年轻人 将会成为全民的市长 用新观点新格局持续为市民服务 记者徐立琴华林市报导